麻省理工学院 一名数学教授在教室外的黑板上 布置了一道难题 并宣称如果有人能解出答案 不用考试就能拿满分 话虽这么说 教授其实并不相信有人能解开 毕竟身为当今数学界的顶尖人物 自己当年也花了很长时间 可没过两天 他就发现有人给出了正确答案 教授有些难以置信 于是便在课堂上 想要拜见这位隐藏的天才 然而 学生们面面相去 仍旧没有人愿意站出来 看来这个天才似乎并不想露面 于是教授在下站铁留下第二道难题 而这道难题 他和团队花了整整两年才解开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又过了两天 他就发现了神秘天才的身影 居然是这所顶尖学府的一名清洁工 教授本以为是清洁工在乱涂鸦 却遭到了对方的辱骂 没有过多计较 教授回到黑板前 眼前的画面让他大吃一惊 答案完全正确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可能发现了一个天才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位天才的名字名叫威尔 威尔不是这所学院的学生 甚至都没有正经上过学 这名落魄的男孩 成天和一群小混混待在一起 不是在酒吧泡妞 就是打架斗殴 只有在少数业余时间 才会通过读书解题这种事来解闷 没错 对于威尔来说 这种程度的难题只是解闷而已 当教授找到他时 威尔正因为袭警面临牢狱之灾 于是教授向法院申请 自己作为威尔的监护人将其保释 但威尔必须遵守两个条件 一是要帮助教授解数学题 二是每周进行心理诊疗 威尔虽不想看心理医生 但更不想蹲监狱 只能答应他提出的条件 然而作为一名天才问题青年 普通的心理医生根本对付不了他 在接连赶走五名医生后 教授找到了自己的大学室友肖恩 肖恩是一名心理学教授 一开始并不想帮这个忙 可在教授的再三请求下 最终同意见威尔一面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第一次见面 威尔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只凭墙上的一幅画 威尔就犀利地挖掘出 肖恩的心理创伤 说他娶了错误的女人 原本肖恩就憋着一肚子火 听到威尔开玩笑式的胡乱猜测 瞬间暴怒 他死死掐住威尔的脖子警告他 不准再侮辱自己的亡妻 第一次见面 就这样糟糕地结束了 教授本以为肖恩会放弃 对方的回答却令他十分意外 肖恩愿意为威尔继续治疗 威尔也没想到 即使自己那么直白地戳他的痛楚 肖恩仍然愿意见他 第二次会面 肖恩带着他来到了公园 将想法坦诚地告诉了威尔 他承认自己确实被威尔伤害了 以至于夜不能内 但当他想通一件事后 顿时豁然开朗 肖恩对威尔说 你只是一个孩子 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你能够将书本里的内容侃侃而谈 但你却从没有离开过这座城市 从未见识过广阔的世界 没经历过纷繁复杂的人事 没亲眼看到好友在怀里死去 更没勇敢地爱过任何人 威尔听后 许久都默不作声 肖恩无疑已经看穿了自己 在他眼里 威尔的狂妄与自信 都不过是抵御痛苦的自我防御罢了 看天才是如何撩妹的 男孩到宿舍找女友出去玩 女友却说要先写完学校布置的作业 明天才能出去 可男孩不想等到明天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 他便再次返回 并将作业的答案交给了女友 然后就拉着女友出了门 不得不说 天才就是这么任性 如果是你 这样的男友你喜欢吗 然而就在不久前 威尔还没有这么主动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全都要感谢她的心理老师 在接下来的两次心理治疗中 威尔坐在椅子上一言不发 直到时间结束 面对威尔的沉默 肖恩也没有主动开口 她明白威尔还愿意来见自己 表示她也希望做出改变 但这种改变要由威尔主动进行 不能由她诱导 终于 在漫长的大眼瞪小眼后 威尔终于开口讲话了 他们的第一个话题是爱情 因为这正是威尔目前经历的难题 她正在和一个女孩约会 并且觉得这个女孩很完美 但却迟迟不敢进一步发展关系 她怕一旦发现更深入了解她 就会破坏这份完美 肖恩没有直接回答她 而是讲起了自己的妻子 她告诉威尔 自己的妻子喜欢放屁 又一次还把自己崩醒了 威尔被逗得哈哈大笑 随后肖恩解释道 其实每个人都是不完美的 而正是这些不完美 让你真正认识一个人 完不完美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们是否适合彼此 肖恩的一戏话 瞬间点醒了威尔 于是在诊疗结束后 她立刻去见了心爱的女孩 在哈佛大学就读的医学生凯兰 威尔和凯兰是在哈佛大学的酒吧里认识的 当时 威尔的死党查课冒充力使系的学生泡妞 中途却被哈佛的男学生识破 她走上过来打算拆查课的台 结果被威尔狠狠教训了一顿 不仅帮好友挽回了面子 威尔的才华也赢得了凯兰的好感 两人由此擦出了爱情的火花 然而 两人的感情却危机重重 一方面 威尔自身有着严重的信任危机 很难向他人袒露心声 另一方面 凯兰贵为富家女 与威尔的身份差距悬殊 而且不久后就会去另一所大学深造 这也让威尔觉得 自己只是凯兰的意识兴起 最终凯兰会抛弃她 嫁给某个不知名的富二代 所以在凯兰提出希望威尔跟她一起走时 威尔干脆地拒绝了她 还决绝地说自己并不爱她 凯兰伤透了心 决定再也不出现在威尔面前 然而事实上 由于威尔是一个孤儿 曾经多次被人抛弃 所以逐渐形成了一种保护心理 会在心爱的人离开自己前 将对方推开 而与此同时 肖恩和威尔建立起了很深的信任关系 教授不停地为她介绍不错的工作 这一切突如其来的变化 让威尔觉得手足无措 开始听不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数学家花了两年才解除的难题 她花两天就算出了答案 遭到控告上了法庭 她不请律师 而是选择为自己辩护 顶尖企业为她开出百万年薪 她却派自己的好友随意应付 她的才华 连获得菲尔资奖的数学教授都望尘莫及 但面对人生的重要选择 她却举气不定陷入泥潭 心理医生觉得她太孤独 因为这世上没有人能让她敞开心扉 没有人能真正成为她的朋友 让她明白自己的价值 就连肖恩也不能 如果威尔不改变自己的想法 她的人生只会陷入无尽的恶性循环 可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让威尔幡然醒悟的人 是她的死党查克 这天威尔和查克喝着啤酒 在工地上休息 威尔对扎克说 像这样每天搬砖其实挺好 50年后他们还能做邻居 然而扎克却告诉她 如果20年以后 你还和我们混在一起 我发誓一定会杀了你 威尔十分震惊 他一直以为查克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们在一起会很开心 扎克接着说道 你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天赋 却和我们这些普通人窝在一起 浪费你的时间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种侮辱 他告诉威尔 自己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每天早上 从停车场到威尔家门前的那十秒 每次敲门 他都希望威尔没来应门 那意味着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想通了的威尔再次来到肖恩的诊疗室 却听到教授和肖恩大吵一架 他们都认为只有自己的方式 才能让威尔过得更好 看到威尔走进门 两人立刻停止了争吵 教授默默离开了办公室 留下肖恩和威尔两个人 肖恩拿着威尔的档案 里面记录着他全部的成长经历 显然并不是什么愉快的经历 而肖恩的童年也和他差不多 所以他打从内心理解威尔的痛苦 肖恩走到威尔面前 告诉威尔 这都不是你的错 尽管威尔回应知道了 肖恩却没有停止 仍然一遍遍地诉说着 直到威尔再也绷不住泪水 抱着肖恩好哭起来 威尔的心理防线 在这一刻彻底崩溃了 同时也意味着 威尔终于学会了相信别人 第二天一早 扎克一如既往来到威尔家 可这次无论他敲了多少次门 威尔身影都没有出现 扎克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仰起嘴角微微一笑 他知道威尔去了他真正想去的地方 而死党们都为他的不辞而别高兴 与此同时 肖恩也收到了威尔留下的纸条 他委托肖恩替自己向教授道歉 不能去他介绍的公司工作了 因为他要去找最终爱的女孩 男人带着孩子走进厕所 随后偷偷将房门反锁 他们刚刚被房东赶出家门 深更半夜且身无分文 只能在地铁站的厕所里将就一晚 男孩依靠在父亲的怀里 沉沉地睡去 而就在门外 不知是流浪汉还是醉酒的路人 正不停地拍打房门想要进去 他一边抱紧熟睡中的儿子 一边流下不甘的泪水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影片讲述了华尔街首位黑人亿万富翁 克里斯加德纳的励志故事 主人公克里斯从小父母离异 贫苦的家庭让他早早辍学打工 而一次失败的投资 更是让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如今早已过了儿立之年的他 整日穿梭在各个医院 推销卖不出去的医疗器械 然而成交数量却趋之可数 生活的压力让克里斯不禁思考 到底怎样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一辆红色跑车停在他面前 他问走下跑车的男人 财富的密码究竟是什么 男人轻描淡写地回答道 只要你会算数 就可以像他一样实现财富自由 于是在那一天 克里斯下定决心 要像那个男人一样 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 幸运的是 克里斯数学很好 并且懂得人情是股 他知道简单的投递简历 绝对得不到这份工作 于是便每天蹲在大楼门口 只为了和人事经理来一场偶遇 经过一个月的苦等 机会终于来了 可当对方得知克里斯只有高中学历时 便赶紧打发他走人 不曾想克里斯十分难缠 竟然跟着他一起上了车 并在车里滔滔不绝地进行自我介绍 然而经理只顾埋头摆弄着手里的魔方 压根没心思听 克里斯健壮便和他打赌 自己可以在十分钟内将魔方还原 经理看着眼前的男人 脸上写满了不相信 然而没过一会儿 克里斯就将魔方拼好 交到经理手里 经理接过魔方 一脸的不可置信 毫无疑问 眼前这个男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是等到经理下了车 克里斯才猛然意识到 自己身上的钱根本不够付车费 于是在一个十字路口 克里斯看准时机 踢开车门把腿就跑 可还没跑出去机里 便又急忙折回 原来他将自己的机器忘在了车上 抢回了机器 克里斯一路狂奔 穿过人来人往的广场 一直跑进地铁站 可没曾想司机也是为硬茬 跟着他一路追进了地铁站 为了甩掉出租车司机 克里斯在地铁关门前一秒挤了进去 可还是慢了一排 手不小心被门夹住 医疗机器丢在了外面 要知道对于克里斯来说 一台机器就抵得上一个月的伙食费 克里斯气得来回踱步 却丝毫没有办法 然而祸不担心 妻子琳达对于这样的生活 再也忍无可忍 留下年仅五岁的儿子选择了离开 而此时克里斯的银行账户里 仅仅剩下二十多块钱 而就在妻子离开没一会儿 克里斯就接到了股票公司的电话 让他后天早上去公司面试 男人身穿白色背心 披着休闲夹克 下身套着一件牛仔裤 全身沾满油漆 而身边的人无不是西装领带 只有他打扮得像一名粉刷匠 就在这时 接待员走出来叫着他的名字 克里斯犹豫了一阵 还是决定抓住这次机会 虽然内心充满了不安 外表却从容不迫 他热情地走上前 与每一位面试官握手问候 人事经理直接看傻了眼 在众人鄙夷的目光中 克里斯向他们解释了如此打扮的原因 原来就在接到面试电话后不久 房东便找上门来要账 为了多宽限几天 克里斯答应帮房东粉刷墙壁 结果墙刚刷到一半 警察又敲响了房门 因为克里斯太多罚单于七位酒 被请去警局喝茶 而且还被关押了一整晚 等到第二天早上偿清了债款 已经接近面试时间 克里斯来不及换衣服 从警局一路狂奔到面试地点 然而众人听了他所做的解释 脸上露出了男色 主考官问他 如果换作是你 为什么要雇佣一个面试都不穿正装的人 克里斯想了想回答道 因为那个人一定很会穿衣服 考官们听后纷纷忍不住大笑起来 虽然这场面试开始的并不理想 但克里斯的临场应变 无疑让面试官们眼前一亮 克里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公司实习生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要想成功转正 还必须经过长达六个月的培训 并且在此期间没有薪水可拿 面对这种黑心合同 一般人肯定会选择放弃 更何况此时的克里斯身无分文 即将被赶出住所 还带着五岁大的儿子 但在克里斯的字典里 永远没有放弃二字 他想着如果能换个住处 并将剩下的医疗器械卖出去 应该可以设法熬过这段时间 于是第二天 克里斯在朋友的帮助下 搬到了一家汽车旅馆 这里的租金只有原来的一半 压力再大 他仍然会陪着儿子打篮球 教导儿子如果有梦想 就要亲自去捍卫他 并靠着不懈努力去实现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克里斯一边在公司实习 一边趁周末推销医疗器材 晚上则通宵学习金融知识 天道酬勤 计划开展的还算顺利 克里斯成功卖出去了几台机器 这笔钱也足够支付旅馆的租金 其他实习生九小时的工作量 克里斯只花六个小时就可以完成 因为他还要接儿子幼儿园放学 再横跨半个城市回到住处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社交技巧 他甚至带着儿子和富豪一同看了球赛 虽然最后生意没有谈成 但却交到了精英阶层的朋友 虽然很辛苦 但总体来说生活还是上升势头 直到有一天克里斯收到一张税务账单 顿时将他银行所有的积蓄清空 只剩下20亿美元 让克里斯一夜回到了解放前 这个男人眉头紧锁 好像每个人都欠他100万一样 他已经三个月没交房租 而此时银行账户里只剩下不到30美金 如果不想办法弄到钱 今晚就要带着儿子流落街头 于是他尝试将仅剩的一台医疗设备 卖给一位好心肠的医生 然而机器却在关键时候掉链子 虽然医生表示愿意将他买下来 但克里斯的自尊不容许他接受施舍 提着坏掉的机器 他带着儿子回到旅馆 却发现他们的行李被人倾出门外 房门和窗户都已经锁死 显然 房东已经将他们赶了出去 儿子年龄还小 跟着他走了一天 早已疲惫不堪 但克里斯必须得带他离开 两人来到地铁站 此时已至深夜 到处都空荡荡的 了无声机 克里斯坐在长椅上 他安慰儿子 在自己身旁的是一台时光机 只需按下按钮 就可以回到远古时代 随后便表现得十分惊讶 仿佛有一只巨大的恐龙出现在眼前 为了躲避危险 他带着儿子躲进山洞 然后默默将房门反锁 直到儿子睡去 也全然不顾门外有人在敲打 对于父母来说 最心酸的莫过于让孩子受苦 而现实的残酷压的克里斯抬不起头 有人开着豪车狂飙街头 有人则排起长队等待收容所开门 在社会底层挣扎得太久 人就会被本能所占据 为了得到一张免费的床位 平日里彬彬有礼的男人 不惜与插队的流浪汉大打出手 等到儿子进入梦乡 他才抽出时间修理坏掉的机器 借着窗户透进来的光亮继续学习 就这样 六个月的时间悄然过去 在最终试验当天 克里斯早早达完考卷走出考场 因为他还要接儿子放学 而在电梯里 还有一位年轻的小伙也早早交了卷 于是两人进行了一番考后交流 悲催的是 小伙儿有些浮躁 竟没看到试卷背面还有一道题 而克里斯则擅长于精打细算 绝不会犯漏题这种低级事物 可让他没算到的是 刚出公司 就遇到老板没带钱包向他借钱 克里斯打开干笔的钱包 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把一张破旧的纸钞送了出去 而就是这一会儿的功夫 收容所的床位也与他失之交臂 父子俩今晚又只能露宿街头 为了生存 克里斯去医院里卖血 然后拿着卖血的钱 跑到杂货店买电子元件 为的就是修好那台昂贵的机器 对于他来说 只要有一丁点希望 也要坚持到底 就是苦了年幼的儿子 早已习惯了跟着父亲东奔戏跑的日子 不过在他眼中 克里斯依然是一个好爸爸 因为无论生活多么令人绝望 他是始终没有抛弃自己 终于 到了实习期的最后一天 主管叫他到办公室一趟 怀着忐忑的心情 克里斯走进办公室 他已经将一切都压在这上面 不成功变成人 最终 克里斯从20名年轻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一名正式员工 听到消息的那一刻 他的眼里勤满泪水 仿佛所有的付出都有了回报 所有的坚持都得到了认可 走出办公大楼 他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无声地为自己鼓掌 无数次他想成为这里的一员 如今他努力做到了 克里斯飞快冲进儿子的幼儿园 将他紧紧抱在怀中 儿子是他的支撑 是他能坚持下去的动力 一位智者曾经说过 患难及困苦 是磨练人格的最高学府 面对令人绝望的现实 唯有破釜沉舟奋力一搏 午夜时分 一名黑人载着白人富豪 开着马沙拉蒂 以180麦的速度在街道上狂奔 车身在车流中灵活地穿梭 没一会儿功夫就引来了交警的追击 男人跟身边的富豪打赌 自己可以成功甩掉警察 富豪一口答应 只见车速越来越快 两人的心跳也随之加速 可还高兴没多久 警车就停在他们面前 这下可逃不掉了 警官们纷纷举枪对准驾驶室 男人却丝毫不慌 还说一会儿就让警察为他们开路 他从容地走下车 立马被死死按住 就在警官打开副驾驶的车门时 男人立声喝止 说自己在送病人去医院的路上 如果不及时送医 老板很可能会没命 此时富豪也开启了细经模式 前后摆动着脑袋口吐白沫 直接把交警们吓傻了 在两人默契地配合下 警察不但放了他们 还真的一前一后为他们护航 而两人则坐在车里 跟随音乐的节拍跳起了舞 到了医院 男人点起一根烟 等警察离开后 一脚由门逃之夭夭 因为一场事故 白人富豪菲利普全身瘫痪 只有头部有感觉 于是便想招聘一名全职看护 由于薪酬高海报吃住 前来应聘者络绎不绝 虽然个个都说得天花烂坠 但富豪一眼就能看出 他们的眼中只有钱 直到德瑞斯的出现 才让他感觉没那么无聊 这个黑人一屁股坐下 说一心只想要一张辞退信 这样就能领到一笔失业金 而且相比于这份工作 他明显对漂亮的女助理更感兴趣 果然诚实才是最牛的必杀技 在诸多应聘者当中 富豪看中了这位 刚从监狱出来的小混混 于是德瑞斯开始了一个月的试用期 住进了富豪的豪宅 虽然舒适的居住环境 让他大开眼界 但照顾一名全身瘫痪的残疾人 对毫无经验的他来说 仍充满挑战 不仅要为富豪做身体复健 还要为他洗澡穿衣服 由于两人的差距实在太大 导致上班第一天就闹了不少笑话 比如德瑞斯非常抗拒帮富豪穿丝袜 即使富豪跟他解释 穿丝袜是为了固定双腿 促进血液循环 德瑞斯仍是满脸的不情愿 而最不能让他接受的 要数帮富豪上厕所 但工作就是工作 就算有一万个不情愿 也要横下心去做 这就是他的原则 只是原则也不能阻止他恶作剧 这天德瑞斯不小心将热水 撒在富豪身上 发现对方是真的没反应 德瑞斯一脸的不可置信 竟然直接将水浇在富豪腿上 还好被医生及时制止 幽默和搞怪是德瑞斯的天性 和德瑞斯在一起 富豪永远不会觉得无聊 在帮富豪拆信时 看到有按摩小姐的垃圾信件 德瑞斯也会跃跃欲视 为了在工作中多看一眼女助手 他在喂饭时 又将叉子戳到富豪脸上 很显然 德瑞斯压根就没把富豪看作残疾人 以至于经常忘了他无法接电话 而这正是富豪所需要的 他不需要别人的同情 他想要的是无差别的尊重 就这一点来讲 德瑞斯完美符合了他的要求 男人挥拳狠狠敲了敲车顶 吓得司机虎去一阵 随后他将司机扯到车外 按在墙上 咬牙切齿地对他说 这里禁止停车 把车停在别人家门口 司机已是惯犯 还把仆人的屡次劝告当成耳旁风 直到新的看护德瑞斯到来 狠狠将他教训了一顿 富豪看在眼里 爽在心里 德瑞斯带着富豪来到美术馆 富豪正欣赏着墙上的艺术品 身旁的馆长介绍道 这副血泼布价值三万欧 让德瑞斯很不理解 表示自己也能画出来 富豪笑他不懂艺术 解释说艺术是生命的见证 每个人都想在活着的时候留下痕迹 说完便向德瑞斯索要唐动 然而对方却言辞拒绝 还开拿他的残疾玩笑 没有胳膊就没有巧克力 富豪听完一脸猛逼 德瑞斯却笑得前仰后合 身边的朋友不理解 为什么富豪会选一个 有暗底的小混混当护工 贫民窟出生的人可没有同情心 富豪则告诉他 他不在乎德瑞斯有怎样的过去 他只希望自己能像普通人一样对待 这两个出身背景三观迥异的人 虽有主仆之分 却相处得出人意料的融洽 半夜遇到富豪病发 在无药可医的状态下 德瑞斯将他推出家门 带着他在凌晨四点的巴黎散步 清凉的空气让富豪感到格外舒服 两人在街边抽起了滑子 富豪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在德瑞斯身上 他不仅找到了依靠 还找回了身为正常人的尊严 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再次充满活力 情不自禁的 他对德瑞斯敞开心扉 讲起了那次跳伞意外 以及他失去的妻子 高档餐厅里 德瑞斯没吃过半容巧克力 还以为是没煮熟 逗得富豪忍俊不惊 随着两人朝夕相处 他们的友谊也越来越深 一个月实习期已到 富豪决定正式聘用德瑞斯 德瑞斯也欣然接受 得知富豪有一名从未磨面的女笔友 德瑞斯瞬间来了兴趣 不顾富豪的阻拦 强行拨通了女笔友的电话号码 硬是让富豪接听 没想到效果出人意料 两人一聊起来就没完 直到音乐会开场才挂断电话 德瑞斯趁机煽风点火 鼓励他们互相报照 可富豪却担心对方发现自己是残疾 在信件寄出前 偷偷将德瑞斯选好的照片掉了包 不巧德瑞斯这事突然闯了进来 向富豪抱怨他缺乏管教的女儿 女管家手忙脚乱中 误将照片塞进了一叠文件 没过多久 他们就收到了女笔友的灰心 对方也寄来一张照片 并且还约富豪线下见面 女笔友人十分漂亮 和富豪的性格十分合适 然而富豪心里却更加忐忑 到了约定的那天 他放了德瑞斯一天假 带着女管家独自赴约 然而就在离约好的时间前五分钟 富豪选择了离开 德瑞斯接到了富豪的电话 没有多问 开车将富豪接走 两人来到机场 坐上了富豪的四人飞机 千万富豪和黑人混混成为了知心好友 试问这样的朋友谁不羡慕 飞机上 富豪交给德瑞斯一个信封 打开一看 里面装着一碟欧元 原来富豪偷偷将德瑞斯的话卖了 虽然话是乱话的 但通过富豪的关系 竟然也卖出了一万多欧元 德瑞斯显然有些难以置信 下了飞机 两人来到阿尔卑斯山脉 富豪准备带德瑞斯体验一次滑翔伞 也为了排解面积失败的情绪 可德瑞斯从未上过天 连飞机都很少坐 于是这位身材魁梧的男人 在空中发出阵阵惨叫 富豪却怡然自得 这也成为了德瑞斯一生难忘的回忆 回到家 两人还沉浸在刚刚的喜悦之中 殊不知一场变故即将到来 女管家告诉德瑞斯 他的弟弟正在客厅里等他 德瑞斯没好气地将弟弟带进房间 看他脸上的伤痕就知道 弟弟准是又惹祸了 其实德瑞斯一直都知道 弟弟瞒着家人与黑帮友来往 富豪看出德瑞斯有难处 他知道德瑞斯不能一直陪着自己 和他不一样 德瑞斯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 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 作为他的朋友 富豪唯一能做的 就是还给他自由 于是 纵使有万分不舍 德瑞斯还是离开了富豪家 临走那天 女助手前来送别 顺便还带来了自己的伴侣 德瑞斯这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女助手对他的追求爱达不理 他拍拍他的肩膀 表示他们一辈子都是好哥们 走出大门 德瑞斯打开文件 恰好发现家在里面的富豪照片 他这才明白 那天富豪为什么选择了逃避 然而这些并不是他现在要担心的 他还要解决弟弟的问题 回到了熟悉的街区 德瑞斯又成了那个默默无闻的小混混 富豪也重新找了一名看护 这位新员看起来一本正经 学历比德瑞斯高 教养也比德瑞斯好 只是有一点 他不是德瑞斯 没有知友的陪伴 富豪变得易怒 成天胡子也不挂 早也不洗 活像一个怪痞的老头 看护也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尊重 而是把他当成一个难伺候的病人对待 时间久了 富豪的发病频率越发频繁 女管家实在没办法 半夜打电话将德瑞斯叫了过来 好友难得重逢 富豪的脸上这才有了喜色 于是深更半夜 德瑞斯带着他在城市中狂飙 和富豪打赌可以甩开警察 分享同一根香烟 德瑞斯就这样沿着路一直向前开 他带着富豪来到了海边 望着漫无边际的大海 富豪震惊地说不出话 千言万语 都化作对好友的感激 眼眶也不知何时开始变红 之后 德瑞斯帮富豪刮胡子 恶作剧之魂再次觉醒 他将富豪的胡子修剪出不同的形状 两人又是笑了好一阵 整理好一表 富豪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德瑞斯推着他来到一家靠海的餐厅 他微笑着注视着眼前的朋友 说自己要走了 不然会打扰他之后的约会 富豪一脸茫然 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他害怕德瑞斯把自己就这样丢下 害怕自己又变成孤身一人 直到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面前 是他朝思暮想的女比友 原来德瑞斯悄悄帮他安排了这次约会 填补了富豪内心中的遗憾 这部电影取材自真实事件 直到现在 两人还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一辆跑车以180麦的速度 特喵的睡着了 顿时把身边的兄弟下来的地位 赶紧给了他一耳光 这才有惊无险的把车停了下来 开车的男的名叫阿伟 他得了一种怪病 不管在哪都能倒头就睡 坐电梯时睡 等地铁时也睡 甚至在百米高的塔吊上 也能立马就睡 如果你们有这能力 以后就再也不用担心失眠了 阿伟被热心群众送到医院做检查 发现脑子里长了一颗鸡蛋 还是煮熟了的那种 医生告诉他 赶紧回去准备开戏吧 能在这坐着就已经是人间奇迹了 本以为兄弟会哭着喊着让他救救自己 结果抬头一看 人都眯过去了 不过这也不能怪他 这个病只要一激动就会发作 在医生苦口婆心的劝说下 男人成功想不开了 跑到楼顶要跳楼 不料天台被已经一个黄毛节族先登了 大哥你也想不开啊 啊 这不巧了吗 我也是来跳楼的 要不一会儿咱俩一起 阿伟问他得了什么病 黄毛说是肺癌 一天24小时都离不开氧气瓶 等了三年一直等不到合适的肺源 所以想换个号试试 你又是啥病啊 我比你严重 两人就这样聊了一整宿 连上来干啥的都忘了 第二天 阿伟经过医院的仓库 发现里面堆满了没拆封的快递 一位病友走过来告诉他 这都是身患绝症的病人刷信用卡买着玩的 生不带来死带不走 阿伟听到后盾绝啼呼灌顶 立马去找黄毛 大兄弟 我有个死前计划 你要不要听一下 你说 就是你去银行带一笔钱完了咱俩一人一半了 黄毛一听你这是把我当傻子吧 阿伟解释说 咱俩都要死了 不如带一笔钱放纵一下 反正又不用还总比在这里吃灰墙 黄毛觉得有道理 可为啥你自己不去让我去 阿伟说我信用不好银行不会同意的 结果黄毛真就信了 两人达成了共识 更离谱的是 银行经理居然也被忽悠去了 拿出合同让黄毛签字 可就在这时 黄毛一个没忍住 黄毛觉得很愧疚 但是他再不吸一口就得交代在那 一转头发现阿伟不见了 原来阿伟站在了 零首付分期付款的商场门口 银行我嫖不到 零首付商场也行啊 于是他便拉着黄毛疯狂的买买买 不管是黄金首饰还是液金电视 能拿的都拿走 是要给商场老板狠狠上一课 然后转手就卖给了二道贩子 可这些还不够 他们又来到租车公司 租了辆最贵的 然后开到黑市上换钱 不得不说这俩人是真行了 半天功夫就搞了一麻袋 如果这时被查出是误诊的话 恐怕老底都要坐穿 到了晚上 阿伟在路边采了一束野花 屁颠屁颠跑前妻家里去了 现在临死前再看一眼女儿 没想到前丈母娘告诉她 前妻带着女儿嫁到非洲了 见阿伟迟迟不肯离去 还放出一条看家恶狗 如果放在以前 阿伟怎么也得和恶狗干上一家 可如今她快要死了 必须要见到女儿 于是她提出要和黄毛分赃 黄毛一听就不干了 钱是用我的信用刷的 要么你走钱留下 要么带我一起走 没得商量 无奈阿伟只好答应 可没想到黄毛脱了 整整一行李箱的氧气瓶 真是决决子 就这样 两个病友坐上了 飞往非洲的头等舱 别问为什么能带上飞机的 这根本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们还带了一把枪 那就是两人的返程机票 第一天 他们跑到比基尼海滩晒了个日光雨 到了晚上还叫来两个妹子暖被窝 为了不把妹子吓跑 黄毛并没有带氧气罐 这就导致她没过两分钟 都要跑出去充气的尴尬场面 第二天他们骗了辆房车 途中阿伟看中了路旁的土特产 黄毛说别吃这里的东西不然会后悔 可阿伟偏偏不信邪 结果她真的后悔了 还是上下齐名的那种 当天晚上 这荒山野岭的非洲还有狼嚎 黄毛本来就打小 吓得睡不着觉 抓着阿伟聊个不停 给阿伟烦得不行 是要给黄毛练胆 她干脆把车开到建筑工地 硬拉着黄毛爬上百米高的塔吊 然后拔了她的氧气走远 让黄毛爬过来去 黄毛哪能受着罪 在上面哭爹喊娘 可阿伟不仅不怕 还偏要蹦打两下 结果忘了自己不能激动 当时就犯病了 幸亏一只脚被勾住了 黄毛赶紧爬过去 用皮带给她上了一道保险 可她自己又下不去 就这么在塔吊上陪了阿伟一整晚 直到第二天工人上班 才将两人救了下来 熬了一夜的黄毛困得不行 眼睛都睁不开了 于是便换阿伟开车 自己去睡一会儿 临睡前让阿伟看着点氧气罐 没气了记得帮忙换 结果没过半小时黄毛就醒了 是氧气耗尽憋醒了 而阿伟正在一旁呼呼睡大觉 气急败坏的黄毛跑出去上厕所 却在这时看到一头狮子 这个黄毛正在上厕所 一边上海一边欣赏 非洲大草原的美景 可下一秒 她突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恶嘀乖乖 黄毛顿时不淡定了 她计划提着裤子就跑 可刚一起身 狮子也跟着起来了 黄毛又赶紧蹲下 心里默默祈祷狮子已经吃饱了 谁料狮子静止朝他走来 黄毛干脆两眼一闭生死看淡 结果狮子走到面前停了下来 转过身去留下了记号 完事还不忘扬点土 不得不说 这真是一头蒋卫生的好狮子 死里逃生的黄毛激动地向阿伟讲述刚刚的经历 还说治好了胆小的毛病 她兴奋地爬上天窗 感受着劫后余生的空气 甚至还把续命的药给扔了 这状胆壮的居然连命都不要了 几天后 阿伟赶到前妻婚礼现场 她带着礼物走到一位小女孩面前 几年未见 女儿又长大了 差点都没认出来 她抱着女儿准备做最后的道别 没想到前妻见到她就火猫三丈 说这才是你的女儿 阿伟干大的满地找缝钻 可还是没忘记从女孩手里抢回礼物 前妻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来就是一耳光 现任也跟着补了一拳 眼看阿伟就要被围殴 黄毛赶紧逃出手枪 这才替阿伟解了围 一路上 阿伟一句话都不说 黄毛也选择了沉默 陪着她在外面将就了一宿 可等到第二天两人醒来 却发现车和钱都不见了 这就意味着他们要提前结束旅行 顺带着结束彼此的生命 他们搭上一辆顺风车 来到旅途的终点好望角 这里山好井好风水好 看上去是个长眠的好地方 就在阿伟举枪对准黄毛的脑袋时 黄毛的传呼机突然响了起来 这代表着有适合她的肺源了 黄毛高兴地手舞足蹈 可阿伟却觉得这是个陷阱 因为黄毛透支信用骗钱 是警察想忽悠她回去坐牢 但黄毛以为 是阿伟极度自己有活下去的机会 要拉上自己陪她一起死 这话深深伤了阿伟的心 两人就此闹掰分道扬镳 黄毛火速返回了医院 结果还真是骗局 医院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肺源 不过骗她回来的不是警察而是医生 因为她发现阿伟的诊断拿错了 她并没有得肿瘤 但一直联系不上阿伟 所以才把黄毛骗回来 一味阿伟也会跟着回来的 黄毛一听心想完蛋了 这时候阿伟怕是连汤都喝了 可阿伟还没有自杀 她想最后再见一次女儿 却偶然间发现女儿也像她一样说睡就睡 难道是自己的肿瘤遗传啊 她赶紧找前妻说明状况 还拿出片子作为证据 前妻看到后非常无语 说女儿确实遗传了你 不过并不是肿瘤 只是间歇性是睡症 除了随时昏睡意外并不致死 而这个片子根本就不是你的 上面的名字就不对 阿伟这才发现自己拿错了片子 情急之下又犯病了 等到阿伟再次醒来 看到的是女儿纯真可爱的笑脸 命运似乎给她开了一个玩笑 可黄毛就没这么幸运了 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伟来到了身边 她把黄毛带上了相识的天台 陪她欣赏最后一个日出 黄毛摘下氧气 深情地对阿伟说 死不死其实无所谓 重要的是死在谁的怀里 阿伟听后笑了笑 两个人都倒下了 只不过一个是永远 一个只是一场梦 这个男人真下头 居然背着妻子和小保姆优惠 女孩恶魔多姿的身材 勾人心魄的小眼神 无一步挑动着面前老男人的欢欣 她不停地夸赞女孩乖巧懂事 将家里照顾得井井有条 言谈举止之中显得格外彬彬有礼 女孩慵懒地伸了一个懒腰 一切都是那么的恰到好处 让男人寄聊了许久的内心 再次跳动起来 老王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她的妻子玛丽是一位畅销书作家 只要每天坐在家中当一名全职主妇 每个月就会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支票 可一副好牌却被老王打得稀烂 由于炒股失败 她亏掉了家中一半的积蓄 玛丽得知后只好重操就业 可她一旦开始写作 根本没有精力照顾孩子 闺蜜便建议她找一个全职保姆 一开始玛丽不放心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 连续面试了几位名校毕业生 都没有碰到合适的人选 直到小茶的到来 第一眼看到小茶 玛丽就觉得她与众不同 浑身上下散发出青春阳光的气息 而且在她准备咖啡时 小茶还拿出一本书读了起来 玛丽没想到 都二二三三年了 还有年轻人会看试体书 想要推荐给她一本书 不料小茶发现玛丽是作家 表示非常荣幸能来到作家的家里 玛丽听到后 觉得他们一定很合得来 当即决定聘用她 小茶凭借着自己的亲和力 很快便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闺蜜黑姐见了十分羡慕 表示自己也想整一个 这时孩子们跑过来 吵着想要游泳 小茶提出自己可以照看好他们 于是玛丽将自己的时尚杂志封面款 连体泳衣借给她 黑姐见了怕小茶是个茶 可玛丽觉得她是个腼腆的正经人 碰巧老王在这时回到家 和身着泳衣的性感小茶握了握手 玛丽见了丝毫不介意 不得不说心事真低大呀 结果到了晚上 老王一反常态地为玛丽倒上一杯红酒 莫名其妙地庆祝起来 一看心里就憋着坏事呢 果然不出所料 老王趁着小茶在照顾孩子 把妻子拽到储藏室 深入加固夫妻感情 这让玛丽觉得 小茶的到来为家里增添了许多温馨 不仅会在她构思的时候准备美味小点心 还会在她不小心受伤时为她疗伤 而这些本就不再是她的职责范围内 玛丽对小茶越来越喜爱 甚至亲自为她挑选内衣 看到小茶雪白的肌肤 凹凸有致的身段 玛丽进步游得有点兴奋 更让她没料到的是 她居然和小茶擦出了暧昧的火星子 并且从那以后 玛丽看小茶的眼神 都有点不太对劲 就连在探讨工作时 满脑子都是小茶的国体 这次老夫老妻已经结婚十几年 如今丈夫却无视献殷勤 惹得妻子直呼受不了 可妻子并不知道 丈夫是因为看到家里的泳装保姆 才被那个什么虫上了脑 更诡异的是 就连妻子本人 也对这位新来的小保姆 萌生了异常的感情 这天玛丽正在家里写作 老王便邀请小茶一起送孩子上学 小茶欣然接受 可他们并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去了别的地方 正巧被闺蜜黑姐发现 她打电话给玛丽 可玛丽正埋头创作 匆匆挂断了电话 老王和小茶来到一间餐厅 此时的她没了平日里的乖巧 展现出了不同的一面 她点了一杯血腥玛丽 老王怕她不能喝酒 瞧着信号放的 连导演听了都说好茶 小茶伸了个懒腰 露出雪白光滑的小肚腩 把老王看得一愣一愣的 而玛丽则对这一切一无所知 为了庆祝小说完成了出稿 隔天还开心地与小茶外出野餐 可聊着聊着 小茶的手开始在玛丽的身上游离 接着两根干柴竟开始无端自然 要回去时 发现自行车的轮胎爆胎了 两人只好走路回家 刚一到家就看到老王和黑姐在一起 黑姐把玛丽叫到一边 她怀疑老王和小茶勾搭到了一起 可玛丽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因为她知道小茶喜欢的是她 反而责怪起黑姐 说你开始怀疑小茶是茶 现在又怀疑老王不是好东西 玛丽觉得是黑姐喜欢上了老王 所以在这里挑拨了一剑 黑姐想开口解释 却看到小茶走了过来 无奈之下只好战术性撤退 可黑姐走后没多久 小茶又在厨房对她展开袭击 这让玛丽越来越沉醉于这种感觉 她虚弱地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却不曾想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她三观瞬间爆炸 刚睡没多久 玛丽就被一阵呼吸声吵醒 她跟着声音走出房间 竟发现老王和小茶在开深夜食堂 女人半夜被憋醒 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喘息声 她跑到楼下一看 居然撞见老公在为小保姆检查身体 那小保姆的眼神里 还带有一丝挑衅 女人一个没遭住 当场气晕过去 当她再次醒来 发现一切又恢复正常 小茶正在准备晚餐 玛丽看到后 怀疑刚刚只是一个梦 可她还是在饭桌上大发雷霆 不过看到孩子还在 便很快平静了下来 说自己在创作时 偶尔会把现实和梦境混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妻子接到家政公司电话 对方称他们那根本没有小茶这个人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家里的保姆到底是什么人呢 虽然小茶一直将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 可玛丽却对她知之甚少 只知道她出生在一个偏远小镇 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 于是便打算偷偷调查小茶的绅士 她来到闺蜜的办公室 却发现闺蜜已经被杀了 被剪刀刺在脖子上 玛丽再请到警局问话 本以为只是例行询问 没想到警官却问她有没有服用精神类药物 因为从监控画面来看 在凌晨一点左右 玛丽曾开车来到案发现场 并且还在凶器的剪刀上 找到了她的指纹 玛丽拼命解释凶手并不是她 可警方拿出了她的小说 发现黑姐的死法和小说里的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 老王带着律师及时赶到 才让警方停止了询问 老王记得昨晚一点左右 玛丽确实起床出去了一段时间 玛丽说她只是起床抽根烟 无意中看到书房的灯还亮着 关灯后就直接回到床上 老王还告诉她 警方在车库里发现了一把瑞士军刀 与自行车轮胎上的痕迹相符合 并且刀上只有玛丽一个人的指纹 除此之外 黑姐也留下了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玛丽可能患有PTSD的诊断 创伤后应激障碍 玛丽仔细回想了一下 发现这些情节与她的小说完全一致 而除了自己 只有小茶能看到她的小说 于是她开车来到小茶的住所 却没找到小茶 家里只有她的姑姑 玛丽无意间听到 姑姑居然拥有双重人格 姑姑对她说 小茶家里最小的女儿 自从父母入狱后 便一直遭受囚禁和虐待 原来小茶是健身房的清洁工 偶然听到玛丽和黑姐在健身房的谈话 便想到他们家做保姆 可没有得到家政公司的聘用 不过她还是偷偷抄下了玛丽家的住址 玛丽怀疑小茶因为童年的不幸遭遇 和她的姑姑一样具有双重人格 其中一个人格还极具危险 她赶紧打电话给老王 让她不要放小茶进屋 可谓是已晚 小茶已经潜入浴室 一刀划破了老王的小肚腩 等到玛丽赶回家 老王已经重伤不治了 而小茶恢复了善良的人格 像不知情一样焦急地报警 可紧接着又捡起菜刀 此时她体内的两个人格正在争夺身体 原来不幸地成长环境 让小茶诞生了黑暗的人格玛丽特 正是玛丽特让她度过了悲惨的童年 玛丽特狠狠掐住玛丽的脖子 幸亏玛丽用花盆砸晕了她 小茶才重新苏醒 一年过去了 玛丽一家又像从前一样幸福和谐 她还会偶尔给黑姐扫墓 接着带上一束鲜花 来到精神病院看望小茶 这个母亲为了活命 竟要抢走亲生女儿的心脏 而就在不久前 女孩还沉浸在与家人重逢的幸福中 原来在八年前 女孩家中发生火灾 父亲和母亲从火场中逃了出来 却没有选择回去救出女儿 而年仅四岁的小女孩奇迹般幸存 晕倒在路边 被一条猎犬发现 而猎犬的主人 便是前座手撕小偷的盲人老兵 由于老兵失去过孩子 便把她当作亲生女儿抚养 并为她更名为小凤凰 有浴火众生之意 每当小凤凰问起自己的生母时 老兵都会回答 你的父母已经在火灾中丧生了 在他九岁时 老兵开始传授生存技能 训练他在猎犬的追逐中求生 出于安全性考虑 老兵不允许小凤凰随便离家 因为除了自己 任何人都可能伤害他 而且他也无法忍受再一次失去女儿的痛苦 可小凤凰十分希望能到镇上逛逛 在他的苦苦哀求下 老兵终于同意 不过他必须在天黑前回家 可即便如此小 凤凰还是被人盯上 他在卫生间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 幸亏有好心邮递员姐姐的帮忙 才顺利到家 没想到刚要下车 邮递员姐姐就遭到袭击 当场领了盒饭 而与此同时 老兵家也突发意外 他的猎犬被人一枪放倒 老兵在喂食时察觉到了异常 一阵摸索下发现了猎犬的尸体 悲痛之余 他也意识到对方是有备而来 于是立刻返回家中 此时三个壮汉正在屋子里探索 小凤凰东躲西藏 想随手关门 被赶回来的老兵一把抓住 搏斗过程中 男人拔出锤子砸在老兵肩膀 意识到对方有些实力 老兵让小凤凰躲进地下室 可刚关上门 就被另一个壮汉撞飞 他急忙爬起来 将自己反锁在铁箱里 老兵见女儿安全了 也赶忙躲进车库为自己疗伤 壮汉跟踪血迹来到车库 三拳两脚就被老兵解决 他在男人的鼻孔和嘴唇涂满502 顿时让他无法呼吸 幸亏同伴及时赶来 用螺丝刀撬开嘴 才捡回一条小命 再转头一看 老兵早就逃之夭夭 他从通风管道进入地下室 将地下室的歹徒关了禁闭 这个男人太残忍了 不断往女孩躲藏的铁箱中注水 逼迫他自己出来 还从顶部伸进去一根电线 威胁女孩的父亲现身 老兵纹身赶来 随手扔出一个煤气罐 手持大锤出现 为了不引爆煤气罐 歹徒只能和老兵近身肉搏 奈何老兵又老又忙 很快就被歹徒压在身下抱走 老兵随后给了他一颈盖 这才摆脱了危机 殊不知在他们搏斗中 不小心打开了水管开关 铁箱的水位开始急速上升 老兵由于担心女儿的安危 被歹徒抓住破绽 打得体无完肤 但还是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拔出了电线 随后掀翻桌子做掩护 裸露的电线引燃了煤气 发爆炸瞬间让歹徒领了盒饭 死里逃生的老兵抱着女儿逃到楼上 而歹徒也赶来一名增援 发现地下室被烤焦的同伴 三名歹徒恨得牙痒痒 对整间屋子展开地毯式搜索 而老兵则带着女儿藏在暗处 不料歹徒一边找 一边进行心理攻击 说小凤凰不是老兵的亲生女儿 他的母亲也并没有死 老兵没沉住气冲了出去 结果被歹徒用枪托砸晕 就在他想要补枪时 小凤凰冲了出来救了老兵一命 没想到歹徒看到他变得十分温柔 他摘下帽子 露出一缕白色头发 竟和女孩头上白发的位置一模一样 原来他就是小凤凰的亲生父亲 从父亲口中 他得知了八年前那场意外的真相 父亲其实是一名黑帮老大 当年正在家里制作面粉 结果意外发生火灾引来警察 吃了八年的牢饭 如今自己出狱 便想带女儿离开 他觉得是老兵抢走了女儿 便要派手下杀掉他 可老兵趁歹徒不注意给了一记头锤 一溜烟跑不见了踪影 于是老大让手下将女儿带上车 自己率人继续追杀 途中小凤凰抄起草叉 一叉戳中手下的脚趾 手下一生气想对他冻粗 不料遇到了躲在这里的老兵 不幸领了喝饭 随后老兵带着女儿跑上楼 让他躲进阁楼 可女孩却任性起来 与老兵发生了争执 就在这时 老大放出猎犬追杀二人 为了保护女孩 老兵将猎犬引到阁楼 用弹簧床垫挡住 抬枪想要杀掉猎犬 可他想起了自己的爱犬 还是没忍心下手 放了他一条生路 而猎犬也算实相 没再发动攻击 另一边 小凤凰逃到房子外 打算进入树林 可刚走没几步 就又被埋伏的歹徒抓住迷晕 见女儿到手 老大下令放火烧房 连房子里的猎犬都不要了 带着女儿开车跑路 殊不知老兵设法逃了出来 还喜提心猎犬一只 他们打算一路杀到 黑帮老大的老巢 这对母女时隔八年迎来重逢 还没等女孩尝到 和家人团聚的喜悦 转头就看到母亲吐了口血 而紧接着女孩就被迷晕 而母亲的脸上 也露出阴险的笑容 当女孩醒来 发现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 即将进行心脏移植手术 原来八年前 制毒工厂发生火灾 女人吸入了大量有害气体 导致心脏受损 而黑帮老大找女儿的目的 也并不是为了家人团聚 而是为了用女儿的心脏 给妻子续命 就在医生即将动刀时 灯光突然熄灭 周围一片黑暗 原来时盲人老兵及时赶到 拉电闸阻止手术进行 老大派手下来查看 遇到了埋伏的老兵 可就在两人打斗过程中 手枪意外走火 击穿了老兵的腰子 负伤的老兵战斗力迅速下降 很快败下阵来 可是兵不厌诈 他佯装自己奄奄一息 等到手下来到身边嘲讽时 一把将一颗铃铛塞进对方口中 铃铛被吞进体内 只要手下一动 老兵就能快速判断方位 然后一记飞锤结束战斗 与此同时 老大在楼上迟迟等不到来点 便派所有手下前往地下室 他们看到老兵一动不动躺在水里 以为他已经隔屁了 便缓缓走进房间 老兵通过水的波纹 立刻掌握了所有手下的位置 啪啪几枪下去 进入房间内的手下全部隐恨西北 可还有一个手下走得慢没有进房间 他掏出枪指着老兵 可老兵的枪里已经没了子弹 离谱的是 最后留下的这个手下居然是卧底 他放下枪 让老兵爬上身后的梯子去救小凤凰 另一边 老大发现手下没有回来 估计是凶多吉少 于是命令医生转移地点 可医生觉得保命要紧 丢下他逃跑了 结果被老兵砸成了马蜂窝 老大害怕地打破玻璃 想要增加光线 却发现地上出现了几枚烟雾弹 瞬间失去了视野 老兵在烟雾中时不时发动袭击 气急败坏的老大对着空气乱开枪 结果意外毙了自己的老婆 愤怒到了极点的老大战斗力飙升 将老兵摁到墙上摩擦 就在他举刀结果对方时 叛变的猎犬冲了出来 一口咬掉了手中的匕首 老大只好先躲避猎犬的攻击 一转身 就被老兵夺命所候 解决掉了黑帮老大 老兵失去了力气跪倒在地 小凤凰也醒了过来 老兵告诉他 不要再和自己一样的杀手再有来往 说罢便也去了事 女孩失去了所有的亲人 成为了一名孤儿